好,來,同學我們回來看喔 安靜一點 好,來這邊 我們今天的重點會進到這邊 因為你們開始上一堂課已經講過主板了 還記得主板嗎? 我要抽問喔 那個誰誰誰 還講話的那個誰誰誰 還有我們知道誰誰誰 好啦,回來主板的部分上次有講過 還記得就是透過主板的方式 那我們可以去就是做切換的動作 快兩下可以切主板 然後你在套用的時候 你就是利用主板的方式來套用到你的頁面中 這個邏輯應該還有 是上一堂課所講的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的部分 我先把它關掉一下 好,例如說我上一堂課的這一頁 我已經有放了文字了 那記得上一堂課講那個文字的部分嗎? 流向有沒有? 質量可以接過去嘛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 例如說我們從 我們看一下好 文字的地方這一個 文字這一區 然後文字這一個地方 都是跟文字有相關的功能 我們會講一些些東西 那如果你想知道你的文字跟文字之間 有沒有串聯的關係的話 來上一堂課講這個 解釋 解釋的地方有一個叫其他 解釋的其他 這有個叫顯示串聯文字 有沒有看到這個 你點它 你會看到上一堂課的串聯區 來,點文字方塊之後 這個 這個 這個還記得嗎? 上次的串聯區還記得嗎? 然後到下一頁的 有印象嗎? 串聯區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用檢視的方式去看到這個串聯區的部分 在 檢視的地方的其他 那把它隱藏起來就看不到了 所以你可以去檢查一下 你的串聯區快到有沒有被 就是被 真的把它串起來 真的串起來 好再來 那我們排版的時候啊 除了主板 主板是為了方便我們在排的時候 可以比較清楚的知道 我的整個物件的一個背景的部分 那文字內容一定是外排的 所以文字內容的話呢 有分標題 章節內文 章節內文 OK 那這樣的東西我們在排的時候 你不要用以前傳統的習慣 你以前的習慣可能就是反排後 然後去改你的文字的格式 例如說字圓 好這邊字圓的功能可以設定 我可以調這個字的字型 然後我可以調它的大小 OK 然後我可以調它的一些顏色的變化等等的 那這個部分所設定的是單一的 單一的 可是你在排一本書 排一本書上來講 有時候你的檔案的部分 它的章可能不是只有一張 它裡面可能好幾張 像我這是第四張 所以代表我前面一定有三個章節 那前面三個章節的部分 好 我們的 來 我們的章可能是一種樣式 我們的節又是一種樣式 然後呢 包含裡面下面的這種比較副標的部分 還有段落的部分 我希望它們在排版的時候能夠有一致性 那這個要怎麼辦 聽懂嗎 所以我今天要教你們 排版的時候文字的一致性的設定 那這個功能叫樣式 樣式 樣式 OK 剛剛我會叫樣式 樣式怎麼用 樣式 所以你們先打開一個文件 然後呢 裡頭是有內容的部分 這樣好不好 好 先把它打開著 然後再來是起家有沒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 我這個有一個問號啊 找不到連結 誰 找不到哪個連結 這一張圖片 你得右側的連結區 看到沒 哇 這裡 我們當初的PMG 我是不是讓它連結到我的裡面了 可是呢 這一張圖片 這個檔案是我從網路上抓下來的 所以其實我沒有抓它的一個圖片檔 所以它圖片檔不見了 你會發現 它圖片檔不見了 怎麼辦 怎麼辦 算了吧 還是這樣 放棄它嗎 如果它不見怎麼辦 這個啊 好 你在這個問號上快點一下 它會問你說那檔案在哪裡 檔案在哪裡 你就找給它 例如說 例如說 好等一下 我們進來 然後我選擇素材 就上次素材區看放哪裡 我已經忘記放哪裡了 好 就是找到那個素材區的位置後 然後再把素材給它 這樣了解嗎 把那樣土質給它就好了 那 比較安全的方式 如果下一次不想遇到這種狀況 你就在旁邊上面這個地方 把它做一個連結 牽入 牽入連結 它下一次在開的時候就不會不見 像我們的封面 看一下封面用這一張 你看它就沒有問號 有沒有 它就沒有問號 可是下面這一張它就有問號 這樣同學了解嗎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知道一下下 那個概念是什麼 就是 這個是連結的關係 好 那這個檔案如果你 你有自己的作業 你就用自己的作業做好不好 如果你沒有作業的同學 老師把我現在手上的這一個檔案 上傳在這個位置 你們直接下 那雲端也有 只是雲端我怕速度很慢 所以我們就是區域分享 在這邊 雲端有之後會放 那你的作業就用自己作業最快 好不好 來 先準備一下材料 先準備一下材料